桃園机场的群聚风暴 持续在扩大 但是有人说 是不是这个破火连环爆 是因为根本就是没有做好 结果发生了很多的大破口呢 现在包含了防疫小房司机 透露出来 他说其实就算是 他们载到了确诊的个案 也不会强制要求他们要裁减 或者要求他们要自主健康管理 他们还是可以继续载客人的 所以他这根本就是一个大破口了 还有他说机场排班 计程车自委会 要求司机在今天上午 集体要到爆发疫情的航下去裁减 他认为说这不是群聚 什么是群聚呢 全部人都聚在一起 这小黄司机现在风险是蛮高的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来做裁减 是不是就是群聚了呢 他说想也知道 这是自委会背后的淘机公司才是老大 除了通知裁减之外 要求后座要加装隔联 他说以前都没有强制的规定 很明显的 这根本就是在补破网 当然也希望补破网有效 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赶快把这个裁减的部分写做好 因为到底有多少人因此感染都还不知道 另外我们看到 包含的有知情人士说了 在第一例按17266爆出之后 他搭的交通车名单没有按17266 所以坦诚他是有换线去搭乘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根本没有落实防疫呢 现在有很多的医生也有新的看法 像是医师沈正南就说 建议说现在要背脱2万张的病床 为什么呢 看起来这个疫情的现在 如果是这样爆下去的话 恐怕确诊者会再增加 所以他说不要让这个染疫者在家休养 否则的话这个疫情是会烧不完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打疫苗的话 赶快去打 因为现在Omicron 这个疫情它的传染力是更强的 另外还有医师潘建志 他也认为说像是北北桃的民众 台北新北桃园的民众 请打开防疫的警戒开关了 因为我们刚刚也听到 包含了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说 是不是有一些警戒要再加强 口罩当然是一定要戴 但是你以前之前有一阵子 大家在外面拍照的时候 口罩可以拿下来 唱歌的时候口罩可以拿下来 但这些是不是要重新再思考了 口罩要继续戴上来 不管你拍照你唱歌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都还是要回到 比较警戒的部分 包含的医师苏毅峰也说 现在每天有很多的境外一路的个案 因为很多人要回来台湾过年 几乎斑斑克满 那么很多的像是防疫管 都是满的情况 但是他说缩短隔离期间 会是替病毒开方便之门 所以要7加7加7 还是说要14加7 这个部分是不是指挥中心 要重新再来重新检讨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陶基的保全 确诊之后 在今天是紧急的召回了 391人来裁剑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也说了 已经目前确定是有67人是阴性的 那么其他的部分裁剪的 在最快今天就会出炉 保全他们其实在裁剪 结果出炉前还是陆续在上下班 我们已经做了初步的疫调 跟他有非常相关的 就是说风险比较高 已经匡列隔离了 那剩下这些 那我们先做裁剪 那裁剪之后 那先当然一方面看结果 那另外一方面 我们会进一步的 去看说他平常跟哪些人的 相关性比较高 那会再做再扩大 这个匡列隔离这样子 还有一点结果有没有预计 几点或是什么时候会出炉 我想昨天晚上 我想跟今天早上 都陆续已经在裁剪了 那我是要求他们希望 在今天的中午之前 通通都要裁剪完毕 那希望下午结果陆续都会出来 这样子 保全初步可能跟哪个清洁人员 在哪些场域可能有感染 这个有没有初步的感染源的可能性 这个都还在调查了 不过初步看起来 好像跟这个清洁人员 是比较没有什么交叉的部分 这样子 那他没有交叉 那可能是从哪里 我想我们都还在调查 那是不是在他的工作的职场上面 那有没有跟出境旅客 跟入境的旅客 有一些这个接触的点 这些我们都还在调查当中 有一个 裁剪的绿卡 这个是什么用途 裁剪的绿卡 就是裁剪的人员 有发给他们一个绿卡 然后进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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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可能是他们内部的作为 就是说绿卡可能 我的猜测了 我还没有去问他们 大概就是说有检过的 他们就凭着绿卡 说我已经检测完成才可以出班 这样我猜是这样 那就是一个管制 管制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人 从今天开始 他们防疫车队的司机 每三天都要裁剪一次PCR 那今天是开始 那我说1月7号 那现在就是1月10号 13号这样引起内推 所以他可能要证明说 他有一个这个裁剪的记录 这样子 桃圆机场的群聚风暴 持续度扩大 除了先前验出的 8名劝责者之外 在昨天晚上又验出了 有一名机场的保全 还有3名的金赏歌友会的 民众都确诊 所以现在累计是已经来到了 有12例 歌友会在今天早上 紧急加开了筛检时段 来提供给民众裁剪 因为我们看到当时 在跨年夜的时候 他们大家一起群聚 在一起用餐 画面大家一看 去坐得这么的近 都心里觉得凉凉的很担心 当然他们自己本身 也很担心会不会 因此受到感染 所以今天呢 很多人都来裁剪 来看最新的情况 国际群聚又在 惊爆新增了4例确诊 而其中有一名呢 是一名桃圆机场的保全 那另外三名呢 都是金赏歌友会 这边的相关成员 不过呢 因为这个状况急转直下呢 歌友会这边在今天早上 也临时了 加开了筛检的时段 让还没有筛检的一些成员 可以赶快过来进行筛检 不过呢 由于这个状况呢 不太好 所以呢 这个歌友会这边 也将是持续暂停 关闭到至少16号 那有成员今天早上呢 就赶到这边来进行关心 认为呢 是因为政府没有把疫情掌控好 才让歌友会这边 陷入了愁云惨物 甚至呢 是讲到相当难过 一度是哭了出来 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维护得很辛苦 希望 不要因为一个人 就把我们的家给毁了 好的可以听到呢 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 截至昨天为止 金桑歌友会的接触者 总共裁减了530人 结果就出现了 三名的阳性确诊 里面呢 是包含了两名的歌友会会员 以及一名的同住家人 而我们今天早上 最新掌握了解 始终一名确诊会员 是一名59岁的女性 基地值只有18.6 病毒含量相当的高 因为他曾经在1月2号 和确诊的这个女清洁员 在去打麻将之前 和他在歌友会的办公室聊天 聊了一个多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之久 那管主表示呢 有向对方询问 两人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见面 相谈甚欢 聊了太久 怀疑就是这个时候被感染的 而和这名59岁 女性同住的58岁的妹妹 以前呢 她也是会员 不过后来退出了 就再也没有去歌友会 怀疑可能是因为同住 才遭到姐姐传染的 那除此之外 第三名歌友会 相关的确诊也是会员 她是一名50多座的 计程车司机 那根据我们了解 这名司机因为家 就住在附近 所以几乎天天都会到 歌友会报到 那跨年前后 从12月29号 到1月2号 是连续去歌友会 去了5天 那千人的跨年晚会 她也有去 不过呢 她遇到确诊清洁员 一次也是和前面 这名姐姐 是在1月2号 同样是在清洁员 打麻将之前 在办公室聊了起来 那时间大约是 半个小时左右 被怀疑呢 就是在聊天过程中传染的 那根据歌友会会 这个馆长表示呢 目前会员 还有30到40个人左右 还没有进行裁剪 将在今天早上 9点到下午4点的 这段裁剪时间 陆续来到现场进行筛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